美国竟然抄袭过前苏联的武器技术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黑科技武器 二战时的苏联自己还没有来得及用 资料就被美国间谍窃取 这又是一个被一度误认为是外星科技的产物 它就是1K17型激光坦克 听它的名字你可能会陌生 但我要说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红井游戏里的光能坦克 你是否会恍然大悟 没错 这个1K17型激光坦克就是光能坦克的原型 在游戏当中可以利用棱镜反射技术 制造出光束来杀伤敌人 这样的技术在二战期间可谓是顶尖科技 就拿如今大国的激光武器来比 也恐怕难分伯仲 就是这么神秘的高科技 为何能被美国窃取 而当时的美国武器技术又能否与苏联相抗衡呢 今天就跟着曼吉一起走进激光坦克背后的故事 说起1K17的研发 还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 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电影 星际大战风靡全球 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为之着迷 沉浸在电影中各式各样的航天战 宇航战船 激光武器等梦想之中 一向以军事武器出名的苏联自然也不例外 也被激光武器吸引住了 当其他国家还只是沉迷于外星武器时 前苏联军工科技部门已经在认认真真的 在研发一系列疯狂的颠覆传统的新型武器了 其中就包括1K17的研制 但是没有先例也就没有经验可参考 又要赤手空拳的开始研发一项全新的技术 这对就算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苏联来说 也是一桩难事 其实在研制1K17激光坦克之前 苏联曾研制过一款简易的车载激光武器 所以在此基础上苏联用之前武器的底盘改装 而成了一个激光坦克 1990年年底 第一辆激光坦克组装完毕 1K17激光坦克重约41吨 长6.04米 宽3.584米 高于3米 主武器是13具激光发射器 在炮塔上方还有一艇12.7毫米NSVT重机枪 整车的装甲很薄 只有15毫米厚 动力为一台840马力的84AV型四冲程柴油机 最大速度达到60千米每小时 激光坦克研制完成后 随即进行了长时间的测试实验 该坦克采用了2S19自行榴弹炮的底盘 将原来的火炮等结构拆除 然后再安装一套固态激光器 别看它是改装而成的激光坦克 它的威力可不容小觑 据说这款坦克曾对将近10千米的直升机光电系统造成损害 甚至在更近的距离上完全瘫痪直升机 不过这种结果可能是在非常完全的实验条件下完成的 并且激光照射肯定也是长时间进行 但这款激光坦克并不是以硬杀伤为主要目的而研制的 其思路是通过激光系统破坏敌方的相关电子系统 同时使其相应作战人员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 所以这种实验并不能看出它真正的威胁 其实1K11激光坦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它身上巨大的人造红宝石 每一颗就重达30千克 而这样的装备也自然造价不菲 但它的优越性也是无法比拟的 人造红宝石的好处就是能够获得较高的放大增益 且峰值输出大 发射器有13根激光管 每根激光管都有制成圆柱状的宝石晶体 并且末端涂抹银 用作聚焦镜 运行的时候 扇气围绕红宝石 外部灯光点亮发光气体 从而产生激光 根据估计它的激光作用距离可能在5至6英里左右 为了强化作战能力 激光器可能通过安装铝石六石等实现脉冲效应 短时间里大功率输出 激光坦克的激光器在活动的炮塔内 似乎可以跟随目标一起移动 以便于对目标进行持续的照射 加强破坏力 这种激光武器虽说并不能在瞬间破坏武器装备 但它对付坦克直升机等 主要是针对其光电系统 激光也能在瞬间对人体的视网膜等造成损伤 持续照射的话 会引起坦克直升机等装备产生升温变形 已然一些易然物也不在话下 而人体如果在其工作距离内长时间暴露 激光能够灼伤深层组织造成严重内出血等情况 甚至激光把人烤焦 这么厉害的武器 苏联在研制的时候 可是万般小心的 所以当时的苏联总局对此项研究高度保密 可越是保密 西方国家就越是好奇 美国间谍多次打听 1K17的消息 据说西方情报系统高度重视收集 1K17激光坦克的情报 最终 美国间谍成功窃取到了1K17的照片 并呈报到对此极感兴趣的美国国防部 美国还因此研发出了一款 类似于1K11的武器 1K11正是1K17激光坦克的原型 由此可以推出 美国窃取苏联激光坦克的情报是真的 遗憾的是这并不能被得到真正证实 由于苏联资金有限 因此该坦克仅建造了两辆 便没有了下文 最终一辆报废 另一辆存放于俄罗斯的武器技术博物馆之内 这样一款武器 无论是在当初还是在现在 均有着极高的地位 毕竟激光武器 正是目前各个国家所追求的超级武器之一 这样的武器没有实现量产 着实是个遗憾 前苏联在武器研制方面 最为人称道的 也是中国最需要学习的 就是通过思路创新 利用弱性能弱于对手的子系统 组合完善出一种 在性能上能够和对手同类产品对抗 甚至超越对手同类产品水平的武器 而中国也确实学到了精髓 研制出了一款中国九九式激光坦克 中国的九九主战式激光坦克 和前苏联的10K17激光坦克 哪个更胜一筹呢 从杀伤力来说 10K17的杀伤力是远远不够的 实战中敌人不会老老实实地禁止 不动被照射足够长的时间 坦克的激光照射距离也不够远 并且会受到尘埃雾气的影响 再加上坦克自身生存能力弱 容易受到反制 所以它的实用性和杀伤力都并不强 而中国九九坦克采用的激光压制系统 这套系统主要针对 是敌方坦克的光电设备和人员眼镜 通过报警系统得到坦克被锁定后 激光系统马上瞄准敌方方向 打开激光压制器 可以用激光功率打坏敌方 瞄准设备细小的设备 导致其系统故障 而且可以利用激光 令敌方射手短时内制盲 令其无法瞄准九九坦克 所以这一点上 中国的九九式主战坦克 是完胜1K17激光坦克的 从造价上来说 1K17在技术探索和装备上 就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 想实现量产 基本上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 而中国的九九式主战坦克 虽说数量也不是很多 生产规模较小 不过对比1K17的两量 还是很有优势的 其实这两者之间 本就不能相提评论 一个是上世纪前苏联的产物 一个是现代国家 最新研制的新型武器 自然是无法相比 毕竟时代不同 技术不同 所以1K17的地位 自然是不能否认的 它也可以算得上 是全球首量激光坦克 同时也能看出 当时的苏联 在设计理念上 可谓是无比的超前 这也是为何前苏联 最大的遗产继承者俄罗斯 即便经济实力严重衰退 但是西方国家 依旧不敢造此的原因所在 而中国现在也是 激光武器研发最早 最积极 成果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现今的激光技术 并不逊于美俄太多 尤其是不逊色于美国太多 而激光武器 确实是一种 能够代表未来的武器系统 激光武器具有快速 灵火 精确等多个优点 在光电对抗 防空和战略防御中 也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一个华裔科学家曾说过 现在美国已经成功 试验用激光打卫星 已打下了一个 将来空中战争是激光时代 空间激光时代 中国近几年来 在激光方面的研究发展的实力 早已是世界公认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经过中国人民坚强不幸的努力 我们会研制出 威力更强大 更先进的激光武器 现在的中国不可小觑 现在的中国人充满自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